他们看上去有害却堪称动物医生 他们就在你身边你却对他避之不及 他们是谁有什么特殊本领 进去收看动物寻宝系列之谁是大医生 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咱们今天继续谈一谈和动物有关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刻意请到了来自我台社会语法频道的陆一鸣 来自我们科教频道的马小叔 说动物嘛您看您姓陆他姓马这多好啊 那没你什么事啊 我属兔啊 咱们这集的题目叫做谁是大医生 动物医生你们听过吗 蜘蛛鸟 蜘蛛鸟是给树 对 他在吃虫的同时半生的现象是给树 植物的医生 大自然的医生 他一看就童心未民还沉浸在童话世界当中 我们讲有一些动物啊真的很神奇 这种动物 你比如说像狗 我们已经看过无数次这种例子了 就是当主人得癌症 恶性肿瘤的疾病的时候 自己没有发现 但是狗啊猫啊 居然发现了 能够嗅出来 并且不停的在这个病人的患处表面的位置 他有蚊啊 有脑啊 舔的举动 然后表现出来惶恐不安 主人在此影响之下到医院一看 哇 癌症早期 然后做个小手术 开个刀 回家了 给这狗买了一条大牛排 谁是大医生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来看今天的第一个片段 蟑螂传播疾病 令人深恶痛绝 科学家在蟑螂身上 曾经发现过一百二十多种细菌 五种病毒 还有大量寄生虫的卵 多少年来 人们想尽办法消灭蟑螂 但还是不能将蟑螂赶尽杀绝 而同样是令人生厌的蟑螂 在云南有些地方的人眼里 却变成了稀罕的宝贝 当地民间有一种秘方 对久之不欲的外伤非常有效 甚至屡试不爽 深得当地人的信赖 科研人员惊奇地发现 民间的秘方当中 至关重要的一味药 竟然是蟑螂 于是研究人员开始重点研究蟑螂 他们发现 蟑螂的药用价值其实相当高 经过分析得知 由于蟑螂长期在肮脏的环境下生活 因此它体内会产生一些抗菌物质 科学家们的这个发现 不但让很多人改变了对蟑螂的认识 也让可恶的蟑螂 为人们的健康发挥着作用 这种蟑螂的名字叫做美洲大连 研究人员从它的身上 提取出一种能够快速促进 伤口愈合的神秘物质 很多顽固的难以治愈的伤口 都能因此彻底好转 除此之外 蟑螂还有多种可以要用的有效成分 它对心血管疾病 肝炎也有非常显著的功效 蟑螂身上分泌的脊钉质 也是制造人工角膜和人工皮肤的重要材料 目前蟑螂的一部分有效成分 已经被用于制药 那么问题来了 世界上已知的蟑螂有多少种呢 好 我们的问题出来了 世界上已知的蟑螂有多少种 几十种 几百种 几千种 二位选什么 几千种 我跟您刚好相反 我觉得好像蟑螂的种类没有那么多 只是它繁殖量很大 你都知道哪几种蟑螂 我还真只知道大连小连 一般我觉得咱们都知道 什么美洲大连 德国小连 对 这两种是最多的 而且国内就是我们这边最多的 就是美国小连 对 常见的 然后陆老师你刚才说什么 你们家曾经出现过一只 下水道爬上来的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什么种 但是你说这么长 会飞 头是尖的 是你在北京的家 对 还是在上海的家 我就这么一个家 哦 爬上来一只头是尖的会飞 然后呢 然后他就在卫生间里到处飞 我找也找不着 然后忽然三天之后 他就三天里 他不断的出没 等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躲哪去了 忽然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他了 我把他打死了 这故事就这么无聊吗 他没在你们家造成哪什么后果 你有没有用那种普章屋什么 有 有用了吧 对他应该不管用吧 对他不管用 我觉得 还有一种 那普章屋桌到的都是这么大 小的 因为它大的站不住 对 后来我们家不开火了 就没张了 饿死了是吧 就是饿死了 就是陆老师为了减肥 不仅饿着自己 也生生的把自己家里的小墙都给饿死 这招不错 但是这只这么大个的 我是算大墙 头一回见 对 我都没见过 那应该是 很吓人 我在南澳岛那时候 去捞那个船的时候 晚上吃完饭 溜弯 我在街边真是见着了 就是这种大连 没有翅膀的那种 然后沿着街边那马路牙子 排成一排 十毫几米 往前跑 当时给我吓 也不是吓 恶心 其实就是人那种 就因为大家都说 那天刚好开运动会 让你赶上 对我当时赶 哎呀 我没想到在中国居然也有这么大个种大蟑螂 看起来一个个好肥瘦 然后如果说洗干净的下油锅 你也吓得去口 陆老师选的是几千种 几千种 为什么 我知道蟑螂啊 它是就是这个物种啊 在地球上存活的时间比人类还长 对 没错 所以它的这个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演化 就同一变异概率而言 它也怎么应该有几千种了吧 小叔觉得呢 我反而觉得它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动物 所以应该是种类比较少 繁殖量比较大 就是几十种是吧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蟑螂是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昆虫之一 亿万年来 它的外貌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一直繁衍到今天 广泛分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 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蟑螂种类就多达几千种 正确答案是几千种 几千种 几千种 但是这个蟑螂的药用价值还是真的非常高 尤其是这个蟑螂呢 你比如说在当地他们这个研究所里 他会把这个蟑螂碾成粉 碾成粉的来治疗一些疾病效果很不错 你想他天天出入 自己本身身上就带着很多很多的细菌 治病物 治病的这种微生物 然后他自己吃的东西又很不讲究 还会同类相识 蟑螂就会同类相识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他得多强大 多抗燥 对吧 所以他提那些多态类的物质 据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些专门可以 治疗 针对某一类疾病的药物 但是呢 目前这个还不是很普及 还不是很普及 不过蟑螂的养殖蟑螂的味道也还不错 所以以后张涛越再生病 你就别让他吃鸡蛋了 你呀身体素质太差了 多吃点蟑螂吧 对 多吃蟑螂 哎呀我的天 但你别这么说 你比如你要去这个广州 人家就下水蟑螂 然后广东话叫糖尸 还要吃金边糖尸 你吃过啊 罗老师 没有 你见过吗 我去广州也吃面条 你在广州你见过那个糖尸吗 没见过 你到他那个去卖的话 就这么大的跟土鳖似的 绿油油的壳 没见过 一大盆一大盆的 那是养出来的 是吗 养殖出来的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哎呦 因为我曾经就是那时候 我们做天底下的可食用昆虫的时候 我还专门就这个问题问过 蟑螂可不可以吃 所以他们拿就是 饲养的人工环境 饲养的很干净的蟑螂 炸熟了 味道还真的 一般 它有营养价值吗 有啊 所有的昆虫 背也怎么说的 这一小把含量 蛋白质要比牛肉高好几倍 吃起来鸽崩脆 鸡肉味 哦哟 天呐 对吧 所有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可以吃 但是蟑螂就比较特殊 太脏了 一般人吃 而且味道不是很香 我觉得反正我吃过那么多 就是大麦虫啊 小麦虫啊 这个各种残的不同阶段呢 然后 你这也算是为科学献身吧 献身献身献身 所以我觉得我们导演 应该知道 待会儿晚餐给您准备什么了 竹虫特别好吃 他准备晚餐 直接扔野地里 野地里 对 我野地里活得好着呢 我们换成跟着藤月去冒险 对 我们在野地里 饿了就吃各种虫子 有病了就找动物大医生 好 那我们今天看 第二个动物大医生是谁呢 在这片神秘的水塘中 有一种特殊的生物 人们把它称为吸血鬼 它们在泥土和水中神出鬼没 谁也不知道 会在什么时候 被这些视血生物叮咬住 无法脱身 青蛙 鱼 河豹 无一幸免 人们更是对其躲之不及 它就是令人生畏的水质 俗称马黄 在农村的池塘中 水田里 水质很常见 很多人都有被水质 叮咬吸血的经历 一旦被水质叮咬之后 它就会死死咬住 不撒嘴 疯狂吸血 要费一番力气 才能将它拔出来 而且人们发现 被水质叮咬之后 很长时间都会血流不止 但是却并不感觉疼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一种叫做水质素的物质 在产生着奇特的效果 我们的血液里 有自我凝血功能 而吸血水质 为了得到更多的血液 就在吸血的同时 释放了水质素 科学发现 水质素的抗凝血物质 可以使粘稠的血液被稀释 对高血压 高血脂导致的血管堵塞 脑血栓 都有很好的功效 实验还表明 水质素对肿瘤细胞 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目前 研究人员们 已经能够在200千克水质中 提取2.5千克左右的水质素 正是看到了水质的神奇功效 有些人就开始养殖水质 在养殖水质的过程中 人们意外地发现 水质不停地制造像泡沫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不动了 那么问题来了 水质为什么涂泡呢 水质为什么涂泡 A 生病 B 产卵 C 排泄物 这我还没有答对一题呢 陆老师你先说吧 我感谢你 陆老师多老见句话 回回都让你先说 看起来好像是很绅士丰富 女士尤先 其实不是 她在等你筛选一个 我觉得她是在产卵 在产卵 为什么 她一定不是因为生病 因为养殖水质的人 怎么可能让水质经常生病呢 刚才这个题目明显告诉我们 他们经常发现 养殖的这个区域里会有泡泡 那为什么不能是排泄物呢 是蜆蜡 养殖的人 他不拉石 不是 他发现 他最期待什么 水质繁殖 对 水质越多 他们是提取的水质素 就越多嘛 所以只有这些现象 才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 如果它是排泄物 谁管它呢 还至于变成题目 来考我们俩嘛 对 是 对 我这都是侦探的思维 对 这样想试的 但是生病有可能啊 生病也会引起这个养殖人的注意 你看他吐泡泡了 就要带他去治病 那你选什么 你挂专家号还是 专家号不好挂 你是去协河还是去什么 我去腾越老师 我还是选缠卵吧 还是选缠卵 我还是听路老师 少见的两位都选缠卵 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请看 其实水质吐出的这些泡沫一样的东西 是水质在产卵时 给小家伙做的软床 肉眼很难看到的 一粒一粒的卵就在上面 过了几天 这个像茧一样的绒球里面 居然钻出了小水质 因此正确答案是 产卵 恭喜二位 终于同时答对一道题 孝叔总算是在一集半节目的时候 答对了一道题 还是做收纹车的 对对对 其实水质也蛮好吃的 收纹车便宜 就是比打车便宜 是吧 然后你知道吗 就是被水质咬了可好玩了 就是不疼 然后你手上会出现一个奔驰口 因为它那个口气 那个嘴正好是像奔驰 三角吧 它咬完之后 正好给你留个小奔驰标 我小的时候 有一次在农村玩 我把这个腿啊 没事 我把腿放到那个水塘里 过一会儿觉得腿疼 然后有鳄鱼 没有 抓出来一个 我不认识 一个这个黏黏的虫子 然后旁边的小孩说 你怎么抓了个马黄 抓了个什么 妈黄嘛 你们叫妈黄 我们那是土音叫妈黄 叫马黄嘛 对 那你知道 如果你啊 你比如说你在到外面拍片子 去一些地方 你要是发现自己的腿上 都是马黄 就说怎么办 拔 千万不能拔 不能吗 因为它在拼命的咬住你的时候 你要拔的话 会导致它的口气和头部的一部分 保留在你的体内 会发炎 会导致特别不好的后果 那怎么办 让它吸呀 在它的上端使劲地拍打 震动它 它可能会掉 或者呢 周围抹点清朗油 要是有抽烟的男生 你给它让它弄点什么这个烟叶的烟油的 往这一抹 马黄很讨厌那个味道 然后也会掉 你像你把那种大个的那种活体马黄 搁在杯子 你看那水质素 你就给它撒上一把烟叶 你看那水质素就跟从身上喷出来一样 全跑出来了 哦 是这样 所以他们这个当时 马黄研究所的人还告诉我呢 这个你要让自己的血液不出现三高的话 最好定期让活的马黄也咬上两口 这不都是自虐吧 它不疼啊 真的不疼 它毕竟在吸血 这动物 动物医生大概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功能 才被称为动物医生 对啊 但其实人最好的医生啊 是自己 对 你干嘛让我马黄咬呢 对 你自己咬就完了 你平时多锻炼 是吧 对 对 陆老师现在最有发言权 你看陆老师现在健康的小麦肤色 匀称的四肢啊 高昂的头颅 顺六的头发 无一不是跑步的结果 他说的是我 是吗 笑叔老师 我怎么觉得哥哥哥叫我呢 马肖叔现在是处在 我们今天化妆师都说的 属于这个新婚之后啊 幸福肥 幸福肥的阶段了 没关系 我不爱听这句话 这个说明你生活很幸福嘛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什么动物大型医生呢 来 请 蛆是苍蝇的幼虫 而苍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毫无疑问是一种传播细菌的生物 同样在自然情况下 蛆的生存环境就更是肮脏不堪 伤口化农感染可以危及生命 尤其是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 更是困扰医学界的一大难题 几百年前 欧洲人偶然发现 在化农感染的伤口 生的蛆 不但没有加重病情 反而会使伤口痊愈 原因是蛆吃掉了伤口的腐肉 促进新生组织生长 因此蛆疗被广泛使用 直到抗生素的出现 但是近年来 一些外伤感染患者 对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 以及糖尿病足等顽固化农性伤口的出现 蛆虫治疗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 简单的说 蛆虫疗法就是把蛆放到伤口上 吃掉腐肉 但是人们担心蛆的生活环境 如此肮脏 该怎么用于治疗 原来用于青疮治疗的区 并不是普通的区 它选用的都是在实验室 无菌环境下饲养的苍蝇 经过了几代繁殖以后 产生的卵孵出了幼虫 在临床使用前 又经过了点浮浸泡等多道严格的消毒才能给患者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完成使命的区该怎么出来呢 比如说有人受伤了 我们给他进行这种区的治疗 放到伤口上了 等他治疗完了 把这腐肉都吃掉了 他怎么出来呢 A 食物引诱 B 自己出来 C 手术清除 肯定不是食物引诱吧 那腐肉对他们来说就是食物呀 他吃完了 所以应该就是食物引诱 就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食物引诱 所以他就是食物引诱 不是 他吃完了 他没东西吃了 他得找东西吃吧 动物本性 所以区也是一个吃货 不管是不是货 动物都得吃 都得吃 你伤口上的腐肉没有了 你在他旁边放一块腐肉 对 那区域就自己爬不出来了 所以自己出来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应该A和B结合起来 食物引诱他自己出来 还有多选题呢 那这两个应该结合起来 对不对 食物引诱他自己出来 反正手术清除不可能 如果食物引诱 也自己不出来 那就手术清除 吃饱了 要睡了 不应该是手术清除 对 我觉得二次伤害了 是吧 那你选什么 食物引诱 他自己出来 也选食物引诱 好 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接着往下看 原来苍蝇的生长过程 是从卵孵化成蛆 再从蛆变成蛹 蛆破了之后 才能最终成为苍蝇 而在用于青疮治疗的时候 医生选用的 都是一到三天的蛆 它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级 要大量的吞食腐烂组织 而当蛆生长到七八天以后 就要变成蛹 他就必须寻找阴凉干燥的环境 而这个习性就决定他不得不从潮湿的伤口中自己钻出来 因此正确答案是自己出来 他自己出了 我哪没听懂 他不是因为他没有东西吃了 他是为了要缴阴凉地 对 阴凉干燥的环境 他需要这个时候变成他的下一步了 那其实等于说我应该是要让他受太阳晒 他才会自己出来吧 也不是啊 因为你想啊 我们说他这种天性啊就是对腐肉的敏感 那么尤其是在法医界当中 陆老师更熟悉 很多时候判定案件 比如说遇到一个高度腐败的尸体 在盛夏之际 那么这个尸体到底是什么时候 这个人是被害的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昆虫 你比如说最先赶来的可能是某一类昆虫 那么这个其中啊 对 其中的苍蝇 那么它本身从这个卵变成蛹 对吧 卵 蛆 卵 对啊 甭说怎么着吧 反正就这一个过程 就能推算出这个人大概的被害时间 好吧 那么今天这几位大医生 你们觉得谁的医术最高 让我们回顾一下 蛆 蟑螂 蟑螂 水质 蛆其实也挺好吃的 天哪 这真的是美食节目吗 对 这是一期美食节目 天哪 哎呀 你这样这样我想的话 谁是大医生呢 水质吧 选水质了 水质 您呢 我挺倾向水质的 但是我决定选蛆 因为这种蛆疗啊 我以前没听说过 而且你看人的这个断肢啊 烧伤啊 这种情况下处理这个伤口 就是很难 几次的大手术啊 直皮啊 都很困难 而且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 真的有一种躯疗的话 它可以真的解决 医学上 这个用人工 很难解决的那些细小腐肉的那些措施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对对 而水质的这个部分疗效 我觉得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 对 比如跑步运动 陆老师刚才就阐明了 你可以自己管自己啊 所以陆老师认为呢 你干嘛找麻黄的麻烦呢 对 麻黄 实际上就是这个蛆疗在很大程度上 目前被我们又重新捡起来 就是一开始据说 就是从治疗糖尿病族开始 所以啊 我个人也比较赞同 区 是我们今天的大医生 对 那么我们这一集呢 陆一鸣比上一集厉害多了 答对了两道题 你只答对了一道 还是坐车的 对 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 陆一鸣老师已经得到了三分 你只有一分 还剩下两集 如果下一集你表现还是如此 那么最后的惩罚就要由你来接受了 所以说下一集 我必须提提答对 才有可能超过 对 但是他如果也提提答对 那就完了 嗯 不会的 如果平手的话 我们一起才 不会 就是真的吗 我是说你不会提提答对 好的 感谢二位的到来 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